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到1291点 但是其实昨天的强力反弹 再加上礼拜三也是上涨 光拉两天 整个涨幅大概就超过了600点以上 所以其实大概就表示说 这整段的二乌开战所形成的下跌 基本上指数已经先收复了一半左右了 那就比方说我们短线上面要在大幅度探低或破底 这个几率已经不高了 甚至可以说是明显下降 那当然目前来说你要看到底部 什么叫做底部 底部跟K棒的转折是不同的概念 K棒的转折里面我们提过 你在急煞之后 你可能有一个关键K棒出现 它能够就像昨天的走势一样 能够带起市场的一些信心 或者说能够扭转这种技术面极为弱势或破底的风险 那包含就是说长下影线 第二呢 长红棒 第三呢 跳空缺口 尤其这三种来讲的话呢 我刚才所讲的就是依照由弱到强的顺序 也就是说呢 最强的就是跳空缺口 所以呢 这个礼拜四跳空往上 而且它还是开高走高 也有一根长红K的形态 所以其实台股下挡支撑的力道很强 那这一次因为呢 地缘政治事件杀下来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下杀它带大量 表示说慢慢也有一些呢 看好长期价值的买盘 它认同这个地方是可以危机入市 它就会进场减便宜 那今天虽然跌没有关系 我觉得呢 这样刚好让台股呢 去进行打底 那你说底怎么样会是完整的呢 很简单啊 中长期均线它要靠拢 那现在呢 因为月线季线是下弯 如果我们把半年线也加进去也可以 那其实基本上 就这几条中长期均线 它都是下弯的 但年线呢 是翻扬的 所以基本上随着时间的经过 月线半年线年线 它自然就会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这就叫收敛靠拢 那形成纠结 这就是一个漂亮的底 再来呢 周KD指标现在还在往下 那如果说周KD指标也能够呢 来到低档之后 形成黄金交叉 那这个也会是一个底部讯号 我们来看一下呢 周KD指标 现在还是输一个往下的格局 那同样的呼应一下 这是周K 所以周线的格局上面 它是出现了长下引线 这是我刚才所讲的关键K棒 转折K棒的形态之一 只是说长下引线 是好的开始 但并不是最强 如果能够呢 在周线上面也有呢 长虹 那会更好 那周线要跳空 那基本上是太难了 那所以配合KD指标 如果能够也交叉往上 所以打底需要时间 这无庸置疑 但是呢台股最大的风险 已经过去了 那我今天呢 要跟各位分享一份 我觉得蛮有趣 也蛮重要 也蛮特别的研究报告 这研究报告呢 是来自于红海 你没有听错 是来自于红海 那毕竟呢 红海可以说是呢 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代工厂 应该说是一个集团 这么重大的制造代工集团 那不论是事业的经营 还是财务的规划 甚至呢金融的操作投资 他也一定要时时刻 紧盯全球股汇市 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 所以这次红海呢 他做了一份报告 就针对恶务事件 那我觉得蛮重要的 而且我相信大家也认同 红海集团 站在国际制高点 所看的观点 一定有他的专业性 跟可看性 因此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这份资料来自于呢 红海 那我们看到 首先第一个部分的统计 是来自于呢 这一次从俄乌开战以来 统计时间就是抓2月24号 到3月8号为止 那整个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 那这里有两个颜色的柱状体 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蓝色的指的是今年以来 那零周以下都是指下跌 那红色的部分指的就是呢 从2月24号开战以来 所以大概呢 今年大家看起来都是全盘皆输 不过目前呢 很重要的是呢 我们看到 这边来说的话 就是参战国 俄罗斯 乌克兰 再来则是东欧地区 那匈牙利 拉脱维亚 爱撒尼亚 波兰 立陶宛 捷克等等 这个可能详细的数据 大家看不太清楚 没关系 字比较小 那没关系 我待会告诉你重点 那欧美的部分在这里 德 法 美 英 那因为英国不属于欧盟 所以单独列在这里 亚洲的部分呢 日韩 台湾 中国 最后呢 是印度 墨西哥 巴西等等 好 那当然大家特别关切就是呢 台湾 台湾在这里 所以呢 数字你就算没看到 没关系 我告诉你 开战以来呢 台股跌4% 年初以来呢 跌8% 而你看这两个颜色的柱状提 就知道 台股呢 你往前面这样去比 跟 美国比 跟欧洲比 跟东欧比 我们跌幅算相对非常轻的 那这次当然主要冲击就是呢 东欧的地缘国 还有德国法国 好 所以在股市上面来看 台股的抗跌力道不错 好 可是呢 你明明看到台股 遭受到呢 外资今年以来 真的是使劲的卖 用力的卖 那 恶物开战以来 卖更凶 好 但是台股能够抗跌 其实 还是一再的呼应 大概从2020年以来的趋势就是呢 内资抬头 内资当家 我们挡不住外资要卖股票 那外资自然也有它呢 国际资金配置的考量 可是重点就是在于 台湾也有内资联盟啊 从政府基金受险到投信 大家愿意进场的话 其实就能够抵御这种呢 国际的不安所造成的干扰 那第二部分则是汇率 那也会能够直接反映出 各国受到影响的程度 好 台湾台币在这里 好 那一样 简单讲结论就是呢 你光看这柱状体就知道 指的意思就是说呢 除了 这个 欧洲的货币相对跌比较深之外 那亚洲的货币其实 也都有抗别的力道 那尤其像台币 如果我们跟 邻近的这个国家来相比 我们的贬值幅度比韩元还来得轻 那日元算是比较特殊 因为它向来也有带有这种避险的作用 所以其实呢 财政部长之前提到 这个像去年前年我们知道 外资大概每年这样四五千亿在卖台股 但是你回想一下 去年台币 前年台币升值强势 所以外资大卖台股的时候 看起来呢 我们的汇率还是相对比较平稳 那严格上来说 甚至是强的 所以代表呢 并没有大量的资金汇出 外资卖出之后 可能大部分的资金来看 它还是停泊在国内 那今年一二月呢 又再次印证 就是说其实资金并没有大解汇出 那三月份的数据 目前当然还没有正式的统计跟公布 不过就目前来看呢 台币相对抗扁 代表资金也没有大规模的移出 这都是一个好的现象 那接下来其实更重要的 就是在于呢 这一张表格呢 所讨论的是 鸿海针对俄乌战争的三种可能情境 所做的沙盘推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大概最有兴趣就是说 他们认为呢 这个战争的走向 最有可能会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就看这个几率最高的 来 这个70%推估的可能性会发生在呢 4月30号之前 这个战争会落幕结束 二军呢 就撤出乌克兰 那西方欧美呢 也对俄罗斯呢 撤销制裁 那市场的反应 黄金原油这些呢 自然是下跌 股市呢 推估全球股市可以涨15% 好 那再次下跌 那汇率呢 美元指数下跌 因为避险需求降低 好 那另外呢 比较低的可能性 有25%的机率呢 则是 这会是一个长期抗争 持续数年之久 好 那这个乌东就是呢 由俄罗斯来控制 那乌锡就是持续由 乌政府所把持 好 那这个对于呢 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原物料维持高档 那股市可能还有空间继续下跌 好 那最后一个呢 相对比较低的机率 只有5% 就是呢 无二冲突再升级 欧美全面参战 好 那所以这个情况 当然这个 没有人是 有真正的答案 好 那因为 可能有答案的 也许开玩笑说 只有普丁吧 好 那也许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答案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 这应该也是 目前多数大家认为说 这场战争 它不会是形成一个持久战 因为俄罗斯的财力 不容许他这样做 会拖垮他经济 付出太大代价 好 那刚才大家已经看到 这个鸿海 他站在一个国际制高点 他认为最有可能 70%以上的几率 就是呢 在4月底之前 终结这一切 所以代表就是说呢 整个战争 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它的确会越来越淡化 那股市可能低点不多 那反而要想 如果后续真的 如同鸿海的预期 出现了15%以上的 暴富性的上涨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趁着目前 说起来真的是 还有利空的乌云 笼罩在头顶上的时候 反而要逆群众思考 懂得把握低点进场 那我们就看 其实连鸿海集团 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那他们底下呢 家大业大 有财务单位 有事业单位 有投资单位 事业单位当然就指 就是他们的一个经营 那这个部分来说 他就按照刚才所推估的 最有可能70%的情境 就短期之间 这场战事会落幕 那所以事业单位呢 他准备就是呢 暂时少备料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既然如此 战争之后结束之后 原物料的价格 势必会大幅度回落 所以你现在买越早 买越多 你就吃亏 因为现在原物料 是在高档价格 甚至历史新高 那他希望是等原物料 价格回落的时候 再积极备料 这几个字我觉得非常重要 你想想看 鸿海这么大的一个制造帝国 他一年在生产上面 他需要准备多少的原物料库存 而这么大的集团告诉你 他要等原物料价格回落之后 才要积极备料 如果他认为这个价格 会持续持续攀高的话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赶快 囤货备料 但他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也暗指着说 其实通膨不会是一个长期问题 那再来呢 在投资单位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投资朋友 带一些启发 他就说到 要趁股市下跌的时候 投资好的公司 所以大家想想看 最近呢 有没有一些好的公司 你背后默默看到就是呢 外资卖不下去 或者说呢 股价呢 能够挺立在季线 或月线之上相对抗跌 这就表示 我相信 在这个市场当中 所有的上市贵公司 所有的法人 所有的大股东 或主力大户 绝对不会是只有鸿海一家 有这个想法 那真正聪明的钱 他绝对不是等到 利空全部散去了 因为股价也早就飞远了 那趁好的股票 还在利空当中 被压抑住 盘整 震荡 反复打底 我觉得我们只要有好的 资金规划的准备 不用怕出手 真的不用怕出手 微阳老师 不鼓励 也不会带你呢 一口气 全部梭哈重压 那是一种盲目的赌注 但是我们只要呢 很清楚知道 资金该怎么分配 什么时候 要维持在几成的乘数 五成 六成 七成 八成 这时候你真的 有好的股票 配合好的价格 就可以出手 开始呢 陆续的增加持股 那最后我们从投信的角度 看一下这个行情 那到昨天呢 礼拜四为止 投信是已经呢 波段连续27天买潮了 那这个已经是打破历史记录 那从过往的经验来看 当投信连续大买的时候 他不一定能够在短线上面 立刻击败外资 但是时间拉长来看 投信连续买超的期间 从2020年以来 那相对回头一看 都是一个波段的低点 都是波段的起账点 所以这里行情 大盘也许 还是处于一个反复打底 看起来呢 指数有点挣扎 可是其实我说了 最坏的风险已经过去了 那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 回头去看 这一场战争 带给全球的投资人 另外一次 检视自己的投资EQ 以及呢 投资规划的能力 那如果你希望呢 把握危机之中 让财富重分配 让财富重新增长的机会的话 那威阳老师 热烈欢迎大家 跟着我们一起来作战 如果你有投资上面的困难 可以在假日期间随时来电 那我们帮助你休息一下 二月营收呢 全部公告出来了 那给大家一个简单的 基本面选股原则 因为呢 全部上市归公司 的平均 二月营收 记住咯 是呈现了 月减14% 年增16% 同时呢 避免呢 受到每年过年期间 不一样的影响 我们把 一月跟二月 加总之后 累计起来跟 去年同期 前二月相比 这个叫 累计前二月年增率 上市归公司 全部 是年成长12% 月减14年增16% 前二月年增12% 大家把这个数据记起来 那记起来呢 我告诉大家 当你在选股 或检查自己手中股票的时候 这是一个简单判断原则 可以看看你手中持股的业绩 是相对好 还是相对比较不好 那我认为这个原则 是可以大概适用于 盘面 六到七成的公司 它不会是全部 但是至少可以适用在六成以上 没有问题 那少数公司 它当然有些特殊情形 这个就要 case by case去看 就是说 为什么特别高 为什么特别差 等等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则 如果二月营收出来 利多不涨 这个是风险 反过来说 二月营收出来 利空不跌 这个是机会 所以我想今天把 从营收选股 这两个大方向原则 提供给大家去做个参考 所以最近呢 当然其实在看股票 除了说技术面位阶 相对的强弱比较之外 营收是一个重点 年报是一个重点 股息也是一个重点 那你综合在一起 我觉得慢慢慢慢去无存经 股票该怎么太弱换强 心中应该会有一把尺 那我们来看一下3665茂连 这是电动车 电子连接限速相关的公司 那二月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今天股价创高之后拉回 所以已经跑到右上角 这姿态非常强 技术面强 营收强 这个无庸置疑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6205全新 电动车连接器相关的股票 这个大致上来说 它也是在右上角股票 只是说短线涨多之后拉回 那周四大涨喷出之后 那今天也是休息修正 那你看短线上面呢 你如果只看二月的营收是月减 你会吓一跳 哇月减幅度这么多 可它年增率高达71% 而且前二月也是呈现了 高度的一个成长 所以这个业绩技术面都没有问题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航运相关的个股 那首先从货柜来说 今年全球前十大航商 大概运力上面的都有一些 新的增加动能 那这个就是因为 大家因应这个未来市场需求 所以提早去规划买新船 那新的船呢 为陆续的交船 然后下海 那提供了新的运力 那这个就是在于像制造业一样 你的产能越大 那当然你的未来营收 成长的动能就越强 那重点在于呢 国内的货柜三雄 今年预计会下海的新船 大概呢 长龙十九艘 万海十二艘 阳明五艘 所以你这样一比 今年谁的动能会最强 长龙 那如果长期来看呢 目前已经下定的船只 加上呢 再定的tube 就二十尺柜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跟现有预力来相比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算得出来 谁的未来 这个运力成长的幅度是最大的 那跟大家说明 全球前十大的货柜商 运力未来增加最多的就是长龙 增加幅度高达四成 所以从现在开始 长龙有一连串的利多 下个礼拜三月十五号掏开法说会 那估计呢 年报会公布 那年报公布完呢 再来就是股息 也有可能呢 在十五号同天公布 或者是再拖个几天 但股息就下一个利多 再来呢 这个四月份呢 因为美西马脱 这个劳资双方要谈判 所以预期呢 拉货的需求会提前 所以运价可能会再涨 再来五月份呢 每周线要换约 那这个合约新的价格 可能会翻一倍 再来开始六月以后呢 到八月 就是一年最旺的旺季出现 所以三四五六七八 这基本上未来好几个月 它利多会一波借一波 那股价呢 还是老话一句 涨多不用追 爆量更不可以冲动去买 但是呢 一拉回一修正 这个峰回 你要懂得把握机会 那航运股呢 如果你部位多 来回操作 拖断保护短线 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 在这个BDI的部分 那审装航运指数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去年底冲高之后修正拉回 所以呢 让股价呢 也都沉寂了一段时间 但是年初以来呢 这个运价呢 已经开始逐步的往上了 那尤其呢 这个周三周四两天 这个运价连续大涨 那所以整个BDI审装航运族群 这边看起来呢 也要提早开始迎接旺季了 那礼拜四节目里面 我才提到爆量不要乱追 其实一样的逻辑啊 但是呢 这个趋势方向应该是蛮确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汇洋呢 爆量过后呢 今天稍微小做整理 那外资还是继续买 所以筹码技术面都有优势 加上呢 后面还有预期殖利率的题材会发酵 四维行爆大量之后 今天呢 小幅度的压缩整理 同样的外资续买 所以这是属于这个航运股的部分 那航运股最后呢 要跟大家呢 分享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股本小 筹码轻 容易飙 随时会喷出 那去年的EPS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我们从EPS来推估 值利率呢 应该没有意外的话 会超过10% 好 那想一想最近盘面 你要选股的焦点 主流族群 航运 大家都已经关注到了 所以它是属于呢 主流的航运族群产业 第二个呢 大家在关心财报 那财报呢 事实上这家公司 它也还没有正式公布 不过我们预期呢 它笃定会改写历史新高 那根据呢 去年的EPS 所以我们提早 重点是提早 已经呢 预估抓出 它的值利率 预期会有10%以上 所以这个公告出来的时候 股价呢 就容易上涨 而且呢 因为如果比起汇阳 或甚至比起长龙 阳明 它的股本小很多 所以呢 更容易喷出 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大量 高点的部分 回撤 那目前来说 就是一个好的买点 颈线的一个位置 就是那个切入的好机会 那我们预估呢 将有机会来挑战 前波的高点 所以好的股票 真的 你要趁了 现在市场 大家还在想 到底该怎么办 二乌战争 一直呢 拖拖拉拉的 那大盘指数 看起来呢 张张迭迭的 其实只要有好的股票 这些烦恼 都是不必要的 那这个周末 我们随时呢 线上都会有服务人员 在帮大家 规划投资领财 所以如果你有 操作上的问题 或你想要布局 最新的航运标股 一通电话 温老师等你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是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简直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